又找到了多少钱 而且这个真的是最正确凿 为什么 因为他父亲家里藏的钱的牛皮纸袋 直接印着是新竹县政府的 那种公文的那种牛皮纸袋 那杨文科的部分 就是说 他在县长室跟县长官邸 有收到现金12万 金币一枚 金市七枚 那他就说这是他的生活所需 但我问你 你家有会放个12万的现金 跟57万的现金当生活所需 这个我以前以为海贼王演的都是假的 就没想到海贼王演的是真的 因为海贼王干嘛 他们就是集尽一切 想要找到藏宝图 对不对 我就觉得我就是没有去找藏宝图 不然我也会成为千万富 可是我要告诫大家 你可能会被关 那这个关于这个检掉的藏宝图的部分 来跟大家一一所吸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进入第一关 藏宝图不是有的要烧一下才看得到 或是泼个什么化学物质 泼一下醋子 对 哇这是神奇的醋 这个不能讲功效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们来看第一关喔 这样走着走着 首先 简掉确实啊 现在他的阳台 有没有 阳台排水沟 有没有看到排水沟 然后呢就发现这个比较破烂的 这个黑色锁胶带 里面藏有现金139万6 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纸袋的部分 里面有60万元 对 那我们现在继续走 走走走走 有没有看到这个一台小哺哺 对 这个小哺哺里面就有个十百千万 三万元这是第二关 哦车上就藏三万块 对自己车 三万其实不多 我车上也有 好好 真的吗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立刻去收 你车体在哪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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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讲 我是累积的通告费 好来来来来 接下来看台中江太太的部分 第三关台中江太太的部分 江太太在台中市的太平区的住所 二楼的book room书房里面的木头做的 房桃乡下方木质抽屉柜 抽屉打开发现有40万元的现金 我们继续走 走走走 哇在苗栗的老家 发现了用这个新竹县政府的公文带有10代 好以上 加起来总共有多少钱 1240万9千元啊 哇塞 而且我跟你讲 剧情不只是像海贼王一样的剧情 对 杨文科简直是玛丽兄弟 一到他家的时候 闯进去 登登登登 发现了金币也没 对不对 然后继续往前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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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七个金氏 然后登登登登登 然后又发现这个现金57万5 哎呦 结果 DAM 就发生了一个最神奇的名片 就在他的这个化妆这个什么卧室里面的梳妆台 一看 这个名片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会发亮 为什么 喜来登的名片 最后一块拼图 对 但重点你知道 大家一直在讲啊 关于这个饭店的部分 总统套房的部分 我问你为什么他们会约在喜来登中套房 还有为什么会送喜来登 我跟你讲 去新竹混过的你都知道 喜来登是谁开的 丰益啊 对啊 所以你看这全部就是有关联 而且非常绵密 对 那重点是来了 你知道杨文科是2016年7月 才就任县长的喔 但是他居然在9月就已经跟 这个所谓这个建设公司就联系了 而且建设公司是跟他讲什么 一直跟他讲环平的事 建造的事 因为啊 有土地他只能盖商场 但是我跟你讲 盖商场怎么赚钱 盖住办才会赚钱嘛 好陆续走到后面呢 结果发现这个天坑事件 我告诉大家 物理类聚啊 因为我天生就是比较倒霉的那一种 朋友跟我借钱都不还 啊所以呢 我的朋友也比较倒霉 他确实有买这个520这个建案 我也想要跟你借钱 我待会也要跟你借钱 重点来了 我跟你讲 他当初买的时候跟我讲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 他可以盖 他好像盖25楼 号称是那个地方 算是最高楼层 所以附近都不会被挡住 所以他的视野很好 我朋友就买在 好像是19楼还是哪里的 他就买 而且他很多是2加1房 也就是说有非常多年轻人 是买得起的 然后他的这个 关于这个部分 就是说他总共有442个 442户哦 是住宅 那其他的呢 有些叫商用 那我跟你讲 他的这个天坑一崩下去 我朋友都不敢搬进去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天坑 天坑崩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代表什么 他在施工的时候 里面那个连续壁 也就是说 所谓如果在地震 或者是这个 会不会发生淹水事情等等 就是软角虾啊 他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对 那更何况是 也影响到周边的住宅 嗯 那我朋友以为说 这个天坑事件发生 8次之后 他们 他们就想说 我跟你讲 连住户都不知道怎么办 对 我朋友也不知道 我就问我朋友 他们现在这个也转手卖不掉 对 那附近的居民都说 那里好危险 而且我跟你讲 那附近也没什么人敢停车了 只有我们外地的人去 才停那一条路上 他们都不敢停了 所以我必须讲 李洋文科 大家要看 这个 这个判读 减料的判读 我觉得这句话是 多少人可能花了他一辈子的积蓄 去买了那个房子 就我朋友 对 他哪里会一千多了呢 就小的 那是他承载梦想的起 对 是小瓶数的 起家库 对 所以我认为里面有非常多 真的是年轻人 因为他不是大瓶数的 对 就二加一房 对 所以我必须要讲 这个 这个所谓这新闻稿里面写说 公务员被弃民众所托 对 图力护航 大家要注意 现在不能判定说 杨文科有没有收收现金 对 不知道 对 但是我们去讲 就是刚刚看的就是这个杨文科 所谓玛丽欧兄弟的这个剧情 他跟这本案有没有关 不一定 因为这个是他没有登记 在他的所得里面 对 申报里面 好 这个我们不讲 但是大家看到什么叫图力护航 图力护航就是 县长你是不是就是护航这个建商 从你的土地变更到环平等等的部分 再加上已经造成天坑事件八次之后 你还继续让他继续 你不去做任何裁决 没有站在民众这边 我反过来嘛 我就请问一下 聪明的各位 我跟你讲 我是卡提诺法学院的嘛 聪明的各位 关于图力这件事情 杨文科 接下来会不会刚好是柯文哲呢 对不对 因为这个所谓这个金华城的事情 就更夸张嘛 你从五百平变成840 840耶 这个容积率 我觉得就是更夸张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 大家要继续关注这些案子 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闻YouTube最新访谈节目 有话进来讲 等你进来讲 每周一到周五 中午12点半到1点半 欢迎大家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